嗨大家好,本期视频我想简单的讲一下关于中国颜色革命的一点点思考 在正题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本期视频是用手机来进行录制的 所以在音质方面或者在音量方面有不佳的地方 还请各位观众朋友们去多多谅谨 那么我们回到本期视频的主题 也就是对于中国颜色革命的思考 长久以来呢有这样的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说中国人就是生来就是奴隶嘛 生来就是奴隶 就是清朝清朝的时候八国联军进京 他帮助八国联军去火烧火烧圆明远 就是当时就是八国联军去火烧圆明远的时候 当时还没有柴火或者是就是缺乏这种点火的工具 然后当地的老百姓还去帮助这个八国联军去找柴火 然后还有这个找找找找打火机 就是说中国人不管谁来了都是就是他们 就是说他谁来了当皇帝 他们都会高呼万岁 不管是毛泽东还是习近平 当然了这两个皇帝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毛泽东不能说毛泽东的水平强于习近平 只是说习近平在就是说这种暴政程度上 还是远远不及毛泽东的 因为毛泽东毕竟是当时的文化大靖命 可以说不是说可以说 就是饿死了大家几千万人的凶手 那么对于就是说中国人 中国人就是说他就喜欢就是说做奴隶嘛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说法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说 我对就是中国颜色革命的第二种看法 也就是也就是就我的观察的情况下 实际上是大家没有大家没有就是说不想做人的 这个大家没有不想做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实际上在这种 民这种民间也就是普通的老老百姓的 就是说家里面是实际上从古代就有这种议论 议论皇帝 比如说哪一个皇帝做得不好 然后去这种就是说讨论政治的这种前提 为什么中国人很少讨论政治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怕杀头嘛 古代是杀头 然后1949年1949年之后是这种反革命罪 然后放到放到现在呢 就是说用放到现在就是说进那个看守所 然后比较厉害一点的叫煽动国家连覆 中国人实际上一直怕这 中国人并不是对或者叫当代大学生了 当代大学生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原因 其实是我个人觉得是因为这种长期的政府的 这种中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导向 也就是导致了大学生就是说对于这种 对于这种就是说这种娱乐类 比这种政治类实际上是要更感兴趣的 那么我们再回到问题本身 也就是说中国人实际上从古代就一直有这种讨论这种 这种就是说政治的习惯 封建王朝的话就要就是讨论哪个皇帝做得好不好 或者是哪个官吏啊 或者是什么 他又贪污腐败了 然后现代的话 实际上实际上也是如此的 大家就是经常比如说过年过节 过年过节倒还不会 就是说那种比较私下的那种亲戚聚会 比较私下的那种亲戚聚会 就是比如说今天A找B玩 然后明天B找C玩 然后后天A又找C玩 就是ABC亲戚嘛 他们就是在这种互相串门的情况当中 实际上他们会也是会讨论政治的 那么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是由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说实话具体我也记不清了 但是就是如果是经历过那种文化大革命 或者是1962年所谓的那种 就是说那种天灾嘛 天灾所造成的那种大饥荒的老年人的话 实际上他们是他们可以说是对于这种 就是当时的经历可以说是念念不忘 甚至是甘甘于怀的 因为很多人就是说现在能够活下来的人 实际上在当时都是非常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粮食 然后就那么就那么被饿死了 而且就是当时的人据说是特别的淳朴 就是淳朴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宁愿饿死也不去偷别人家地里边的一块地瓜 那么讲就是说讲这个 大家讨论大家实际上讨论讨论政治 就是说私底下都会讨论政治这件事情 主要是想表达就是说 一个是中国人并不是对这个政治不感兴趣 另外想表达的一个意思是说 大家实际上都是在看就是说这个共产党的政府 接下来还会做出一些什么是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就其他的地方 我可能不是很了解 但是山东的话我觉得我还是可以讲一点的 山东人他不到就是说那种活不下去的时候 他是不会就是说这种什么上街游行啊 或者是什么抗议示威啊 就是说并不是说没有发生颜色革命的这种可能性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就是说在从互联网诞生的30 就是说至今为止的高速发展 实际上等给了现在的这种 不管是颜色革命也好 或者是这种这种突发性的这种游行示威的事件也好 给予了更多的可能性 因为传播更加广泛 虽然说中国一直有这种防火墙作为 呃就是说可以叫就是说抵御抵御外敌 抵御外敌这种 我们境外反动势力信息资讯的这种防火墙 但实际上大家都会通过一定的方式 比如说视频的话就采取就是说这种 这种比如说呃就是说 倒倒倒立把视频倒立的方方式 然后来去传播视频这样子 或者是就是说图片的话 就是说去加一点点马赛克 但是被影响原来内容的观察 那么实际上是给了颜色革命更多的可能性的 呃这是从整体的宏观角度来讲 那么从呃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讲 实际上大家现在对中共政权嘛 中共政权实际上大家大家是非常反感的 为什么说非常反感呢 就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这种青年大学习 青年大学习这个APP呃应该是二零二零一八年诞生的 好像是没记错的话是九月份诞生的 然后在就是说二零一九年过完年之后吧 就开始变本加厉的像学习强迫一样强推 他强推的这种APP他没有很好的就是说呃他没有很好的这种利益绑定 可以去绑定学生你说你说就是说你这个呃青年大学习学得好 然后给你党呃这种党员名额说实话不是不是很现实 为什么说不是很现实呢 因为因为因为本身学校本身一个学校 他的那种党员名额对于学生可能一年一年的话 可能才只有几个而已 首先由学校有党员名额的话要给老师分其次 才能够就是说轮得到就是说在就是说在学校的学生 然后根据就是说这种呃呃这个学院的这种 关系的好坏然后去分配名额这样子 那么呃什么讲什么奖学金啊或者是什么那就更不用提了 呃奖学金的话基本上就是比如你和导人关系好那么就是主要主要就是主要就是主要就是看的实际上就是说这种呃和和导人的关系如何和这种学校嘛和学校对 所以就是说就是说实际上是没有足够的利益去可以去绑定就是说同学们的那么既然没有利益可以绑定那么本来就是说大家比如说正常的上完课以后可能是就是要可能就是要啊呃可能比如要出去玩或者是就是去网吧打游戏或者回宿舍打游戏的 那么那么呢呃或者是去图书馆看书或者是去进行其他的社团活动或者是呃社交娱乐等等 那么学习效果呢就会占用同学们的正常时间 占用同学们的正常时间呃如果是这种就是说出发性的这种投票任务比如说呃今天学校学校接到通知然后必须呃就是说给呃哪个人 比如说领导人也好这种这种趋级市级的领导人也好去刷票然后大家就是说通过这种几天就能完成的工作 大家呃实际上这个呃反感到是不是很大但是呃但是呢青年大学期呃就我现在所观察到的情况实际上是几乎快变成了一种类似于学习向国对于这种国企或者是事业单位或者是 呃这种公务员的一种负担但是呢又没有给予学生就是说非常强就是同学生同学们嘛然后就是说一种利益绑定那么就会导致 就会就会导致非常的反感实际上现在这种可以说是高可以说是高呃可以说是呃高效吧就是这种 嗯这种就是不管是大学教育还是大学也好的这种能够作为载体的学校实际上大家对于共产党的态度 就就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已经到了就是说那种比较早期的就是对于共产党非常不满但是又非常的害怕害怕自己站出来为什么害怕自己站出来呢 因为因为因为你一旦站出来就会被打压就轻的可能就是说去那个探索所去关个七天十五天然后重的话可能就是说呃给你判就是说判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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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判刑刑刑刑刑刑或者是判刑两年然后家里边然后就是说去当地法院然后找找关系 你可能就缓刑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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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大家就是,你看看我,我不敢看你,你又不敢看我。 那么,实际上,中共为什么在2019年之后,频繁强调四个自信呢? 首先,四个自信就是四个不自信嘛,基本上这可以说是对于了解这种中共宣传方面的一种常识。 那么为什么要反复强调的一个原因,实际上是中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就是大家,它想造成的就是一种,我不知道你存在,你不知道我存在,我不敢看你,你不敢看我。 那么,当真正就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实际上大家就会忽然明白,哦,原来你想站出来,我也想站出来。 那,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基本上可以说就离这种中国的颜色革命,说实话就不远了。 另外,呃,另外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最有可能去进行颜色革命的,实际上还是就是说,这种就是说,同学们。 就是说这种,不管是普通高校也好,或者是就是,呃,高校也好的,呃,同学们。 嗯,因为,作为就是说,呃,毕业以后的,毕业以后的人嘛,实际上他们很多都是被线束缚住的,特别是有了家庭以后。 首先就是说,呃,首先就是说被比如说什么环房贷啊,或者是这种体制所拘束住。 就是说,他们是不能,就是说,呃,他们是就是没有办法,因为必须要为五斗米,五斗米折腰嘛。 就是说,除非是有就是说,呃,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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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能力。 所以,呃,不然的话,还是我,我个人观点是觉得还是应该要,就是说这种,不,呃,不,呃,我个人观点是说就是,呃,就是说其实不管是站出来也好,或者是,呃,不站出来也好,实际上都是一种选择。 但是,呃,我希望是说能,就是说不站出来也就是说不要为这种,可以叫共产主义或者叫中共的邪恶去增添一份力量。 也就是不去做小粉红,不去做五毛,呃,然后不去做子弹舞,实际上这就足够了。 对,那么,能够站出来的实际上就只有,就是说还在学校的同学们,也就是年轻人们。 因为他们,他们是没有房贷束缚,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呃,没有就是说,因为还没有就是说结婚或者是成家嘛,也就自然没有了,也就自然没有下一代的束缚。 当他们就是说真正意识到,就是说当前的这种什么所谓的,呃,什么就就业问题啊,或者是什么社会不公啊,或者是什么,呃,各种就是说这种不公。 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共产党现行的这种集权体制所造成的时候,实际上他们一起站出来的这种破坏力是非常可怕的。 对,啊,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对于,呃,中国颜色革命的,中国颜色革命的一点点,也算是比较粗略的见解吧。 好,那么,本期,本期视频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